欢迎收看2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县长徐真卫在原民处长独孤撒韵的陪同下 前往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 听取景观工程的说明 并针对区域整体的规划 以及自灾种植绿美化规划 提出相关的建议 全力将其打造为原住民文化艺术圣地 以原资源为新仰貌登场 县长徐真卫抵达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之后 足以视察原区的各处 由于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 临近东大门公共夜市 届时将吸引不少观光游客丽领走访 因此县长徐真卫针对原区整体规划 以及自灾种植绿美化规划提出相关建议 并且责成业务单位务必将整体空间规划顺畅 希望将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 打造成为原住民族文化艺术的胜地 展现原住民文化的独特魅力 原住民文化是台湾的快保制现场徐真卫 上任以来积极保存原住民文化 推动原住民族语传承以及附赠 新建部落聚会所 并且办理原住民文化庆典活动 全力推进各项传承的工作 为部落文化传承而努力 而为了活化形式空间 可以信任生命 现在徐真卫带领县府团队 将阳光电厂打造为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会空间 透过设计有生命力 市场性以及系列创业产品 并且提供实体展销平台以及特色餐厅等等空间 扩大原住民文化的产业行销 原住民文创产业聚会空间 一到三楼约1889平方公尺的楼梯板面积 以及办公库空间 前后广场以及草坪规划集结商业经营 文化推广以及观光旅游等功能 透过公司协力以及资源整合共创平台 将嗅觉、视觉、听觉以及味觉等感官享受 融入特色原住民族风情 吸引观光游客来体验 促进原住民族紧急发展 目前第一起主结构体、无障碍电梯 以及第二起外墙、门窗、机电、装修工程 以及完工第三起屋面钢结构、金属、玻璃床木箱、室内装修、机电、电器、照明设备工程 以及配合景观工程一并施作 景观工程包含地平、景观绿化、机电以及照明设备等等 工程总经费即新台币1620万元 预计在本年度8月份竣工 记得转发收到